情侶違規停車在超雙外頭吃冰 遠景上前盤插 黑衣男卻記不住自己的身份證號嗎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身份證就報的不一樣 但下一秒他卻整個人貪坐在地 原景和女友健壯立刻陪他送醫 事發在新北市戏指 男子被盤插第一時間報了假證件 更突然癲症發作 但警方早就察覺不對勁 到了一月後 黑衣男還是不斷發出哀嚎 但似乎是看見護理人員 發現自己演不下去 他這才願意攻出真實身份 原來44歲的潘信男子 因為毒品案和切刀案 遭到兩間遞檢通器 這回跟女友出門散心 卻因為圍庭被警方盯上 癲症常見的症狀包含意識不清 口吐白沫 跌倒也有可能會口渴 為了怕身份破光 潘信男子似乎還做了功課模仿症狀 他或許沒有癲症 卻是得了不想被抓的病 TV的新聞連日明 你竟然賣新聞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